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灵灵老师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铝的视频课 今天这节视频课程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叫做铝土矿有关的工业流程 大家从铝开始,铁的限制学完,铝的限制学完 那陆续的咱们对应了一些小的工业流程是不是就开始了,对不对 那么关于铝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 核心呢,其实就是两条线 一条就是铝能够跟酸反应 所以从酸线可以走出制备单制铝的一条工业流程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铝啊 它作为两线金属,它还能跟碱去反应,对吧 所以在工业上呢,还有一条碱线的制备金属这个单制铝的一个线路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流程当中呢 它们的这个转化过程核心就是我们课上讲到的各种酸碱的反应方程式 那它考的时候会考什么呢 首先方程式肯定是要会的,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会考你在整个工业流程当中 你所遇到的一些,比如说绿渣的成分是什么呀 对应要有一些这样的判断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去做每一步转化的时候 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试剂是比较合适的 这是我们整个铝线这个地方核心考察的一些点 当然这里面也会揉杂着一些其他的考法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基本操作的选择呀 或者说有一些仰环的一些信息的计算呢,等等 这种就属于一些就是我们学了这么多知识点之后的一些综合考察 核心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点 好了,那我们就具体挨个来分析一下几条线 我们呢,带着大家在分析的过程当中 核心呢,先把方程式这件事情解决清楚 把每一个步骤它发生了什么反应,得到了什么物质 咱们好好的分析一下 来,我们先看酸线这条线 那么铝土矿,首先铝土矿的主要成分呢 其实是氧化铝 那么在杂质当中呢,可能是氧化铁 可能是氧化铁,也可能是氧化铁 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氧化物 但是大体思路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铝它独有的,它的一个性质就是两性问题 对不对,所以不管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杂质 思路都是差不多的 那比如说呢,在这个流程当中 我们就假设它的杂质是氧化铁和二氧化铭 关于这个铭的性质呢,大家还没有太学到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就先当做一个已知的背景信息处理就可以了 二氧化铭这个东西呢 是能够这个溶于碱 但是难溶于酸的一种固体 我们来给大家写一下 二氧化铭的一些基础知识 大家可以先掌握一下 它呢,是可以跟这个碱反应 它可以和气氧根反应 但是呢,它是难溶于酸的 比如说什么硫酸呢,盐酸呢 对吧,它都是不怕的 所以这个性质大家得知道 那在我们的酸线当中的第一步 我就做了一个加酸的处理 因为我要通过溶液当中的离子的这个转化 来去进行处杂和这个进化的一些操作 所以你现在都是固体 肯定得先加一个东西把它溶掉 对不对 那酸线当中呢,选择的就是盐酸来去加入 那每一步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都选择的是过量试剂 保证我们的前一步的东西都能够充分反应 是不是 那咱们就先来看咱们的圈一这一步哈 涉及到的反应过程 首先呢,在这一步 二氧化硅因为它难入于酸 所以它就以绿渣的成分就已经出去了 所以如果你看酸线出来的第一个渣子 基本上在各种工业流程当中都是二氧化硅 只要是酸线呢 基本上这个地方都是二氧化硅 所以来,我们先看 那剩下的呢,铝土矿核心就是氧化铝 氧化铝在跟酸怎么快速写出它的离子方程式呢 你看,咱们是要跟酸反应生成水的 水的组成是不是两个氢搭一个氧 那我现在有三个氧 是不是就得有六个氢 对吧,是氧的各数的二倍哈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原子守恒 是不是就得到了两个铝离子 再加上三个水 是不是啊 你看就非常快速就写出来了哈 那接下来再来看氧化铁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三个氧是不是就需要六个氢去凑成水 对吧,那铁呢直接按照原子各数守恒就写出来了 完事了哈,第一步非常好写 那到下一步 我们现在溶液当中呈现出来的就是氯化盐和过量的盐酸 那在这一步 铝离子和铁离子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能把它们分开呢 是不是铝离子 它要是想去这个除掉的话 跟铁的区别就是在碱上面的用量上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对吧 铁呢,不管你的碱多少 不管你的氢氧根多少 我都是氢氧化铁 所以大家在工业流程上哈 关于金属离子的除杂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各种氢氧化物去除掉的 除了少部分的比如说像钙离子 还用什么碳酸根 对吧,什么等等这种哈 剩下的好多我们都是用氢氧化物去除掉的 所以在这儿来 你看它加入足量的氢氧化钠 那么三价铁 离子方程是注意了哈 核心反应是三价铁和三个氢氧根 生成了氢氧化铁沉淀 哎,这是它这个渣子就出来了 是不是 那接下来咱们看 那铝离子是如何跟它分开的呢 因为铝离子碰到四个氢氧根的时候 它会生成的那个东西叫做偏铝酸根 刚好你看是不是电盒守恒 所以最后直接原子守恒配个水就可以了 哎,就可以了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过量的氢离子 盐酸当中的氢离子和氢氧根反应还会生成水 对不对 所以这一步有三个反应过程 好,那再往后 过滤一下操作 注意了哈,这个操作因为都是液溶液和固体的一个分离 所以都选择是过滤操作 那么接下来在这一步我们就得到了偏铝酸钠 氯滑纳还有过量的氢氧滑纳 是不是 那接下来偏铝酸根现在我们的思路是想把它 因为就剩下铝了 对不对 咱把这个金属离子弄出来就行了 所以咱们怎么样能够让偏铝酸根以沉淀的形式出来呢 是不是加酸就行了 但是咱说在工业上一般都是加过量的才能让它充分反应 如果加酸的话 你说老师我加点氢离子 加点盐酸 加个适量的不好调控 因为你也不知道要加多少 对不对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是选择一个弱一点的酸 比如说碳酸 你通过量二氧化碳不就是相当于是碳酸吗 二氧化碳在跟偏铝酸根反应 是没有这个量的限制 就通入足量的也没关系 它还是氢氧化铝 咱们说碳酸跟氢氧化铝没法继续反应了 所以在这来我们的第三步 通入过量的二氧化碳 那我们的偏铝酸根 和二氧化碳 和水因为你要需要的是碳酸嘛 对不对 来生成什么呢 叫做氢氧化铝 沉淀 再加上过量的二氧化碳 是不是就是碳酸氢氢氛 你看电荷都是前面一个负电荷 后面一个负电荷 所以直接找原子守恒 是不是在水这补个2就可以了 对不对 四个氢 然后两个氧 二四六六个氧 三加三六个氧 对吧这个方程是还是挺重要的 大家得会写哈 好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是不是二氧化碳跟氢氧跟过量情况下 生成的是碳酸氢氢氢 不用配平了 直接就是平的 没问题吧 来这是我们的这一步哈 所以接下来你这又是一个沉淀和溶液 是不是直接过滤操作就可以了 哎那接下来这个操作就是固定化的一个东西了哈 来我们看第四步 氢氧化铝 是不是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哎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哈 生成的就是氧化铝和水 就是一个氢氧化物的分解 你在这个氢氧化铁那边 是不是也学过类似的反应 对不对 哎直接不变价 变成氧化物和水哈 所以这是两个氢氧化铝 然后是不是两个水哈 是三个水 哎三个水 可以吧 二三得六 二三得六 三三六六六六 哎都是六 是吧 好了那这是我们的第四步 那第五步呢 第五步就是工业上 制备铝单制的方法了 对不对 哎它的条件上面写的是电解 下面写的是冰晶石 这些都得写上 哎等一下啊 咱还有个融融状态 再往写了 来电解融融状态下的氧化铝 平时的一些普通状态不用标 但是这种状态还是得写上的哈 好来电解 加冰晶石降低它的溶点 好生成的是铝单制和氧气代气底符号 然后瞪眼看就行了 这就是三 这就是二 这就是四 是不是就完事了 对不对 哎所以你看整条路线它的思路是什么 酸线就是把这个氧化物变成了铝离子 然后如果有其他杂质 我们就先加足量的减 把那些杂质除掉之后 再同二氧化碳 再把它变回到我们想要的氢氧化铝 后续的这三个步骤 在减线当中一会儿也会看见 哎也会看见 所以后面这块是一样的 来那这就是我们整体的第一个酸线的思路 来小伙伴们可以结张图 哎小伙伴们可以结张图 好结完图的话 咱们也来思考一下 这里面可能会有的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的第二步 过量的氢氧化纳溶液 你这不是加的碱吗 那么我能不能在这加入氨水 来去代替氢氧化纳的这个效果呢 能不能 来能不能用氨水 哎非常好啊 大家是不是想到了 氨水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跟氯离子反应之后 不会再继续让它溶解的 这样的一个试剂 所以大家注意 不能因为氯离子和过量氨水反应 也是生成了氢氧化铝 那你就没办法分你这个氯离子 和三加铁离子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点大家要注意 这个试剂选择都是有这个 少见限制的 好了三线咱们就说这么多 那接下来大家来分析一道小小的图示 看一看现在再看这种问题 有没有思路哈 说铝土矿的主要成分呢 哎就按照刚才咱们讲的这三种杂质 说下列说法当中正确的是 你看先加酸 酸里有杂质 我们先给它怎么 加完酸之后有杂质 先加碱 加完碱除完之后干什么 哎然后得到什么 再怎么样 然后什么东西电解能得到铝 来同学们 这道题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哈 我觉得刚才咱们那个思路 如果听懂的话 这道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直接给大家发一个学分 来单选十分 大家来试一试 你站着推 倒着推 都是可以的哈 一定要谨慎哈 十个学分呢 不容易是不是 好了来最后还有五秒钟的时间 大家抓紧做出自己的选择 好了来林音老师收卡了哈 咱们来看一看这道题 说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首先铝土框这里面加酸之后 这里核心是不是金属元素 就是三架铁和铝离子 对吧 那再往后过量的碱会直接除掉了 铁 那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偏铝酸根 偏铝酸根怎么的 你看从后往前推的话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算是氧化铝 氧化铝往前推 是不是就是氢氧化铝 那么你看偏铝酸根到氢氧化铝 是不是得加酸 加酸呢 加什么酸合适呢 是不是通二氧化碳是最合适的 因为你普通酸 溶液过量 是不是 所以通二氧化碳 那照题就选C A选项咱们来看 圈一圈二中除了加氏剂外 还需进行中发结晶这个操作式吗 我们在第一步当中出来的渣子是什么 是二氧化硅 这一步出来的渣子是什么 是氢氧化铁 所以大家应该是把这两个沉淀除掉 那不应该用过滤的操作吗 这怎么能是蒸发结晶呢 对不对 所以A就错了呀 B选项 AB当中氯元素的化合价不同 氯在整个过程当中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变价 只有在最后这一步的时候 才发生了氧化还原反应 才发生了变价 对不对 所以整个中间就不存在说化合价 不一样这个事 那这就错了呗 来再看第四个 第四个说 进行的操作是过滤洗涤灼烧 过滤洗涤灼烧 你不应该得到的是 氧化铝吗 这怎么能是氯化铝呢 是不是 所以这道题来答案选择的是C选项 明白了吗 好了 酸线基本上大家的思路就清楚了 对吧 酸 减 然后又酸 然后后面就是加热再电解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减这条线 减这条线虽然说 就是它比较另类 因为大家看到很多的工业流程 就哪怕说你到高三 看到的很多第一步都是酸 走碱线的只有针对于铝这个东西 才会走碱线 那碱线 首先核心的主要物质还是氧化铝 对吧 加入过量的氢氧化铝 那氧化铝就会变成偏铝酸针 而氧化铁 注意了 你所见到的其他的金属氧化物 只要体干没有特别的说明 一律都是难容于碱的 所以这东西现在它就是那个渣子 它就是那个绿渣 那接下来到了偏铝酸针和硅酸针了 那也就是说现在它不是两个金属的问题了 是一个金属和这个非金属的酸针出现 怎么处杂的问题 那这个地方也是需要大家稍微有一点这个 硅的小性质 我们今天作为已知条件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东西 硅酸 硅酸它是一个难容于水的 硅酸是一个难容于水的 所以你只要加盐酸 强酸制弱酸把它制出来之后 它难容于水直接就是个滤渣 OK吧 所以咱们在这直接加入过量的盐酸 那我们先把前两部的这个方程式 带着大家先写一写 首先第一步 氧化铝跟碱的这个反应 氧化铝跟过量的氢氧根 反应生成什么 偏铝酸跟电荷守恒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来咱先把 哎 电荷等会儿啊 咱先把铝得先配好 才能电荷守恒 是不是 你这是两个铝 这就是两个偏铝酸根 两个偏铝酸根 两个负电荷 这是不是就是两个氢氧根 对吧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 整个原子守恒 这块还差氢 后边没有氢 那就拿水去补 来2得4 4加1得5 2加3等于5 氧原子守恒 写完了呗 是不是 所以铝的方程式 没有大家想的 说那么难写 那再往后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这个二氧化硅的 这个是吧 来二氧化硅和氢氧根 去反映 产物在这写着呢 硅酸钠 钠岩都是可融的哈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 直接拆写成硅酸根 哎 那接下来两个负电荷 你这就得是两个负电荷 那两个氢 是不是后面没有氢 那是我没有氢 就拿水去凑 来吧同学们 两个氢 两个氢 氧呢 三加一得四 二加二得四 守恒 所以这个方程式 虽然大家没学过 但是反映物知道 产物知道 凑个水就完事了呗 是不是 所以第一问 咱们的这个结果就写完了 接下来咱们看第二步 这个地方了 第二步加酸 首先咱先写偏锂酸根 和什么 和氢离子反映 然后生成鲤离子 足量的酸就能给它弄成这个鲤离子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后面肯定是有水了 对不对 哎 那鲤离子 铝一个铝一个铝 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得凑电荷 凑电荷的话呢 这是三个正面荷 已经是拍板了 我们现在只能去调氢 对不对 这是一个负电荷 那怎么办能让它相等啊 是不是这来四个正面荷就可以了 对不对 哎 四个氢 四个氢是不是就是两个水 氧原则守恒 这不就完事了吗 是不是 哎 很好写啊 好 那把这个写完之后 再来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硅酸根和氢离子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一个硅酸根搭俩氢离子 是不是直接就是一个硅酸沉淀呢 对吧 哎 这个很好写啊 好了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氢离子和氢氧根生成水 哎 这个这个差一点啊 就就没地儿写了 咱们挤一挤 好不好 哎 这是隔开的哈 三个氏子 好了 那这是第二步 我们得到的 那在接下来经过一个过滤 看好了 这两步都是过滤 只要有氯液和氯渣 就是过滤操作 那我们就得到了 现在有氯离子 钠离子和酸 这个就很好除了 是不是直接加减 就能让氯离子沉淀了 对吧 因为咱们最终的思路 还是绕到这样的一个步骤下 所以 它的这个地方 注意了 能不能加氢氧和钠 同学们 那肯定是不行了 所以它这是加的氨水 对不对 为啥不能加氢氧化钠 因为氢氧化钠会把它控制不好 直接就变成偏氯酸根了 那你不就损失了吗 是不是 所以足量的氨水随便通 那就变成了 氯离子和一水和氨 生成氢氧化铝沉淀 还有氨根离子 那大家看铝已经守恒了 就是铝搭一个铝 但是这有三个正年核 你是不是就得三个氨根离子 三个氨根离子 是不是得有三个溢水和氨提供的 对吧 你看氮原子就可以了呀 所以这个方程式直接写好了 还行 比较简单吧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酸 氢离子和溢水和氨 它也会反应 生成氨根离子和什么 和水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酸和减反应 生成盐和水 好 那么在这儿 最后接下来到氢氧化铝 你看这一步有沉淀 氧氧化铝是沉淀 又是过滤 那再往后这三步 就重新回到了酸线的那三步 那个两个转化过程 所以这个方程式咱就不写了 跟前面一模一样的 OK吗 所以来咱们捋一下 铝线 铝的这个碱线 它的思路是什么呢 先加碱 把它变成偏铝酸根 如果有杂质呢 先直接怎么样 加酸 把那个不一的那部分除掉 然后再重新加碱 把它调回来 所以碱线就是碱酸碱 酸线就是酸碱酸 是不是 所以整个思路 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变到哪 氢氧化铝 所以整个两条线 其实还是可以的 没有那么难想 是不是 好了 那这一页大家结张图吧 这一页结张图 回头自己也再把这个框图自己画一遍 好不好 来 那接下来咱们在这儿也是有一些小细节 需要大家呢去 自己思考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 在步骤二的这个地方 步骤二当中 如果说把盐酸改为二氧化碳 可不可以呢 把这个盐酸改成二氧化碳 可不可以 这个就回到了刚才咱们酸线的这个地方 如果我用的是二氧化碳的话 偏铝酸根跟二氧化碳是会变成氢氧化铝的 但是我们在这一步要做的操作是什么 来同学们 我们在这一步要做的操作是什么 是你希望这个铝以铝离子的形式出现 而不是直接就变成氢氧化铝 你要是变成氢氧化铝了 那氢氧化铝和硅酸怎么分开呀 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注意了 氢氧化铝跟硅酸没有办法分开了 所以不行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 能不能把盐酸换成氢氧化碳 也不行 因为你这样会直接把铝变成了那个什么 因为我们的氢氧化铝会继续用氢氧化碳 它会变成偏铝酸氧 你就达不到说 我想得到纯粹气氧化铝的一个目的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步骤大家也要注意哈 好了 那整个简线这块的小细节 大家也注意好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成题 来大家看一下这道小题 说工业上我们现在用铝土矿来去冶炼铝 什么叫冶炼铝 就是制备铝的单质 下列叙述当中正确的是 这个题其实不是很难 因为它已经把很多后面的步骤的物质都写出来了 是不是 那大家来分析一下吧 我先把核心的物质给你们写在这哈 这里没有硅哈 直接就是氧化铝和氧化铁 所以大家呢 就是学的时候 虽然我们是照着一个模板学的 但是考的时候 它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考法 大家记得去变通 来 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哈 加入一个世界X 然后过滤 其实说实话 你这个地方看不出是酸线还是碱线 因为无论是酸线还是碱线 你的第一步哈 这里面没有氧化硅 对吧 那能够让它出沉淀的 你想想看 如果是酸线两人都融 就不可能是沉淀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注意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碱线 碱线加的是什么碱呢 来 这怎么看 你也不知道 可能是氧氧化钠呀 氧氧化钾 也有可能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咱也不知道 那咱就往后走 总之这个地方 你能确定一个点 氧化钾一定在这被除掉了 是不是 因为咱们已经确定了 它一定是个碱线 因为如果是酸线都融 就不可能说在第一步出现产电 那接下来咱们再往后 溶液也通了个歪 然后通入 通入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个气体 对吧 如果是溶液 它一定会说加入过量的什么什么 而不是通入过量的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通入了气体 那么就得到了氢氧化钠和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和碳酸氢钠 所以你说最开始它加的碱 钠是哪来的 从头到尾都没看到钠 来这个地方 说明它是氢氧化钠 是不是 这如果是氢氧化钠 那我们这个地方 它就是什么 就是偏铝酸根钠 对不对 偏铝酸钠 还有什么足量的氢氧化钠 对不对 那接下来通入什么呀 又有碳出现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二氧化碳 那这不就都通了吗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吧 A说 世纪X可以是氢氧化钠 也可以是盐酸 那就不对了 来B选项 反应1 过滤后得到的是什么铁 那叫氧化铁 碱和氧化铁是不反应的 所以就是它 C 图中所示的转化反应 都不是氧化还原反应 这个化合物变成单质了 咱说怎么判断氧化还原反应 单质化合物同时出现的一个过程 就是氧化还原反应 是不是 所以C是不对的 所以这要提选什么 就剩下D了 是不是 D选项说反应2过程当中 偏铝酸钠二氧化碳和水 生成的是产物都告诉你了 你需要做的就是一个配瓶 同学们 这多简单 对不对 完事了 跟上了吗 好 这是我们的选择题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来看一看大题 来咱们看一下大题的这道小题 说从铝土矿主要成分 注意了哈 这里面所给的东西 现在就有点多了 有二氧化硅 这个东西 看到你就应该想到 难溶于酸 能溶于碱 第二个 氧化铝 这个氧化铁 刚才提到了 但是这里面又多了一个氧化铁 你怕吗 你不怕 他爱多啥多啥 思路是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 他说提取氧化铝的两种工艺流程 这怎么会有两条线呢 这不就很明显吗 一个是酸线 一个是碱线 是不是 所以在这儿来办同学们 你先看哪条线都行 你先分析哪条线也都行 或者你直接先做题都行 流程题就是这样 你不见得说全都把它推明白 但是题你就是会做 是不是 比如说第一个 说流程已加入烧减后 加入烧减后 氧化铝反应的离子方式 那这不是反应物都有 产物 这就是靠自己写了 对不对 那就不用推 直接就能写 来 氧化铝和烧减 烧减是啥 烧减不就是氢氧化钠吗 对不对 俗名是烧减 所以来跟氢氧跟反应 而且是足无量的 所以生成的是偏铝酸根 好 直接把铝原子的原子个数配好 配完之后电荷守恒 这就是二 后面没有氢 所以搭个水 完事了呗 你看这个流程推了吗 没推 但是我就是会做了 是不是 再来看第二个题 他说流程甲上面这条线 氯液D这个地方 通入过量二氧化碳 生成沉淀F的化学方程式 好了 那这条线呢 其实我们也能直接写 但是咱就干脆把第一条线 我就带你们走一走 好不好 首先呢 咱从后面这个地方 可以先推出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条题的目标 不就是要提取氧化铝吗 那一个沉淀灼烧得到这个 咱们如果两条线前面都听懂了 你的思路下 是不是立马这个G12氧化铝就出来了 是不是 那它是氧化铝 前面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氢氧化铝 包括下面这个沉淀Z 是不是也是氢氧化铝 对不对 这不就出来了吗 那再往前推 这个地方通入过量二氧化碳 出现了氢氧化铝 那你说前面这个地方应该是啥 加入过量烧减 加入过量的减 那这个地方肯定是个偏铝酸根 对不对 咱们就推一下核心物质 就不把溶液都写出来了 这肯定是偏铝酸根 那再往前 偏铝酸根再往前这里面 什么东西 一个溶液加过量烧减 那这里面一定有铝离子 是不是 好那现在咱们再从正向再对一下 还有一些杂质的问题 比如说啊 这里面第一步加酸二氧化不一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接下来溶液当中那些金属离子 全溶进去了 有铝离子 有三价铁离子 还有鎂离子 但是他们就在下一步 全部都被除掉了 是不是 生成了这个地方就是 氢氧化铁沉淀 还有氢氧化铁 沉淀 咱说氢氧化物除了四大强碱 剩下的那些 你在高中见到的都是沉淀 都是难溶于水的 可以吧 好了 那现在这个溶液中 就剩下偏铝酸根了 对不对 那烧减 过量的烧减 肯定还有氢氧化钠 我就说了核心写一下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接下来 你再通入过量二氧化碳 这边就应该是什么 叫做碳酸氢钠 下面就是氢氧化铝 这道线不就通了吗 所以底下这个钾这个绿叶地的方程式 来同学们 你看方程式 我是不是说 在这条线当中考察特别频繁 河水 生成什么 氢氧化铝 产电 再加上碳酸氢针 电荷守恒 直接看原子守恒 直接在这补个二就完事了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好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 看下一文 他说括号三 验证绿叶币 绿叶币在哪呢 咱找一找 我找找 绿叶币 在这呢 他说这个绿叶币当中的三架铁 让你去检验一下 怎么检验 咱们上周的课程当中 给大家讲过 三架铁的检验 直接用特征试迹 什么 寻阳江头 叶宋克 流情化铁 血红色 直接去找那个试迹 叫做流情化甲 直接去找那个试迹 叫做流情化甲 所以具体试迹找出来了 现象就是变红 有红色就是有三架铁 那么接下来的模板就是 取加弱则 取容业于试管中 加入这个流情化甲 容业 若有红色出现 则 说明有三架铁 那有些说老师 那这个怎么还 对吧 取加弱则 有些说老师 那这个后面怎么还有个弱不则呢 其实就是反之 取加弱则 如果这道题问的是这种 请你验证里面 是否有 那你就是 是也答 否也答 有应该是什么现象 没有是什么现象 那就是取加弱则 反之则 或者你后面不写这么啰唾 你就说反之则 说明没有 就完事了 就完事了 所以这就是咱们 说是否有的时候 你把两句话 这个反之则也答上 是比较保险的 如果这道题说 请你验证 绿叶币当中 含有三架铁的方法 那那个反之则 其实就不用写了 只有问到是否 说明他不确定 那咱们就把两个现象都写上 明白这个思路了吗 明白了吧 好了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 前面的这几问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四问 第四问呢 说写出益 益在哪呢 益在这呢 还是酸线 对吧 写出益融制的一种用途 益是啥呢 上一页咱们推了 是碳酸氢钠 那你说碳酸氢钠 它有啥用呢 它有啥用呢 这不就是基本的一些 这个化学与生活吗 可以在家里面发馒头 对不对 可以发面 是不是 然后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质碱当中也可以用它 是不是 所以你随便写一个 只要你写的是它的用途 都给它 都给分 所以你可以写 质醇碱 贪酸钠 可以用来 对不对 或者是它可以做什么呢 发酵粉 写一种就行了 可以是发酵粉 等等等等 只要你觉得它能用到的地方 都可以 来 呀 这个地方给大家打上去了 好 那我们就接着再往下看 来看下一个 说物质G 物质G在哪里 在这呢 这不就是那个最终那个氧化铝吗 是不是 它说物质G呢 智取铝的化学方程式 这就这 前面是不是讲过 类似的 氧化铝在融融状态下 写好条件啊 非常重要 来电解 下面是冰晶石 好 这样的话得到的是什么 铝单质和氧气 来 给它配评 完事了 不多说了哈 前面写过 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说氧化铝与焦碳 焦碳不就是碳吗 在氮气当中 高温加热反应 致得新型非金属材料 氮化铝与一种中学常见的气体X 大家想啊 你现在是氧化铝 碳和氮气反应 对吧 反应物我都给你写在这 氧化铝 然后这个氮气 还有这个碳 对吧 反应生成了其中一个告诉你的 是氮化铝 那我就问问大家 还有什么元素没出现呢 是不是还有个碳 碳能够在大家认知当中 是个气体的 你说看看氧是不是也没出现呢 那你说你能凑啥 要么就是一氧化碳 要么就是二氧化碳 对吧 那到底是 难度哈 人家让你说 用转移电子数去搞一下 每转移三模电子 就有1.5模的化合物X生成 那大家看哈 这个氮从0到这个氮是负3 碰到金属和非金属这样的状况 非金属就是负价 金属就是正价 所以 0到负3 一个氮气 来同学们 你看哈 一个氮气 对应转移几个电子 一个氮转移三个电子 一个氮气 是不是转移六份电子 对吧 哎 那人家说呢 三模电子 对应呢 是生成了1.5模的X 那如果是六份电子呢 是不是就是乘二就行了 所以它乘个二 那对应呢 是不是应该有 三份的X生成啊 是不是 这块来再说一遍哈 一模电子是1.5模X生成 那我现在如果是六模电子呢 那不就是三模X吗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一模氮气参加反应 转移六模电子 生成三模X 那不就是他们系数的关系吗 对吧 一模对三模 不就一个对三个吗 所以它的系数 如果我是定乘1的话 这也是1吧 对不对 因为它俩刚好就是1比1凑成的物质嘛 两个氮两个铝 这不就是两个氮化铝嘛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得后面有三个X 三个X 首先碳 这个地方就是 它肯定要么就一氧化碳 要么就是二氧化碳了 对不对 所以肯定就是三个碳 那这就是三个碳呗 那后面这个氧 你说它是几个氧 你看看原子守恒 它也得是三个氧吧 你但凡是二氧化碳 它都是六个氧了 是不是就不守恒了 所以这个地方直接就是三个氧化碳 你知道了吗 所以咱们是通过这个两个的系数比 再根据原子守恒推断出来的 OK吗 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整个这条底 那大家发现好像铝线这条线咱们就没走啊 是不是 那林老师呢 带着大家把铝线快速过一下 来 铝线这边呢 先加稍减 那固体除掉的就是氧化铝 氧化美都不容 就除掉了 那氯液当中呢就跟刚才一样偏铝酸根和硅酸根 剩下的跟刚才的铝线一模一样 因为你把这个哪怕多加了一个氧化物 它也在这一步就已经干掉了 是不是 所以在接下来加入过量盐酸的过程当中 这个沉淀就是什么呀 硅酸 这个氯液呢 就是铝离子 再加氨水变成氢氧化铝 那上面呢 上面的话你这加了酸又加了氨水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核心应该是氯化铝呢 对不对 如果问它的这个应用呢 就可以做一些什么肥料什么的 对不对 好了 那整个这条线也通了 所以你看 其实我们不见得在做体的时候 一定要把线推明白才能做体 是不是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能够把它就把这个体就做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到工业流程题 不要慌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难 可以吧 好了 那么到此为止啊 我们今天关于铝土矿的内容呢 就讲这么多 核心其实就是两条线 铝土矿 这个东西 可以走酸线 酸线呢 就是变成铝离子 如果有杂质 那就加减再加酸 减线呢 来咱们大概快速的捋一下这个逻辑啊 如果是减线呢 它就是先变成偏铝酸根 如果有杂质 就是酸完了再减 一个是酸碱酸 一个是碱酸碱 可以吧 好了 那整个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了 回去呢 大家把两个流程啊 自己再分析一下 包括每一步的绿渣绿叶 都给它自己再画一遍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记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次课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